好 那收起来 上面再加fear layer 又加 那这个呢 加嗨 就是我要控制油漆的那个凸起的感觉啦 好 所以再加一个 呃 fear layer 然后这一个呢 啊 就只作用于嗨 啊 就只作用于嗨 呃 这些关关 关关 只作用于这里 好 只作用于这个选项 然后呢 跟底下这里是一样的结构 black mask 好 black mask 然后 再加 fear 因为我要放图 好 再加图 那图呢 用哪一张呢 呃 其实它那一件就有一些是类似斑点的 你就找spot 斑点 这种 这些都可以用 不过大概主要是用这三张啦 black white spot one spot two spot三 好 当然你要用这种也可以 这个太软 这个变得一个图样 这看起来好像也行 不过 先看看 回到这里 看你要搞成凸还是凹 不好 好 当你把它弄出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嗯不对 这个不是这个用的 这个比较像是 那个泥浆坡道 之类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再进来 再找 好 你可以试试看各种不同的呈现 像这个太夸张了 好 这太夸张了 就 呃 好 也许这个可以 也不像 这比较像是水泥墙的 也是那种 好 所以我说为什么 只有这 通常来讲 大概就不外这几个 好 好 那我这边我想要用2 诶 不然2太强了 用1 嗯 1好一点 好 用1作为这一个 呃 就是凹凸起伏的这个质感 那就接下来就去下面调参数 好 他有一大堆参数可以调 好 noise的参数 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大颗 所以也许调小一点点 1太大 2 这个 1.7 诶 打不进去这个吗 不能打 OK 他不能打那个 没办法打那个 嗯 数 那个那种参数的话 那就不用管他 就大概用调了就好 然后对比度 这样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出 他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扭曲的范围 一样都简单调一调 然后粗糙的比例也不要太这样 不要太这么夸张 大概弱一点点 就像油漆涂很多层 但是没有涂到太多层 好 OK 那这样子表面就会看起来更 嗯 合理自然 不过光影应该要再调一下 这个光泽度看起来不太好 还是这样好一点 嗯 这个再调一下 还是反过来我看看 反过来好一点 这个不光泽 这个光泽 这个光泽 哦对没有一定要哪一个 哪一个优先 好这两个我到大可以做 反过来的处理也可以 或者是 好反正总之 就是看你想要表现的呈现效果 OK 那都让它光泽一点 只是光泽的 差异有落差而已 也行 嗯 这样好一点 好 看起来比较像油漆 然后涂了很多层 好这随不能随时 呃 自己回去修正它的 呃 这些参数 好 然后当然包含再回到这边 呃 呃 它的balance 也可以做调整 好也许不需要那么多 满满的都是 你就可以让它这样子缩小一点 但是大概不用缩太多一点点就好 好 然后 对比 大概4度 嗯 OK 好大概这样 那如果你觉得效果要反转 invert 就会变out跟tot 但我现在比较要的是 凸起来的感觉 好比较凸的感觉 好比较凸的感觉 好 阿弗尼实在低一点点 不要太夸张 OK 差不多 大概我大概像要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那 回到这里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调 凹凸科痕 好 凹凸科痕 作用的强度 但这边有两个有趣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可以调 因为这张图 是个layer 这里可以调这个out 好现在很强 太强 我可以透过这个layer的作用力调降 我还是太强了 几乎压不下来 那没办法做太强了 好 因为这一个 好 是这个layer的作用强度 然后 然后 这个呢 是high的作用强度 那其实这两个 都会有互相的作用影响 那大概 大概调到这样可以了